制的好 制不好 最终要靠着针 因为我是皇朝太医 风角力构想 浪漫加上膀胆 感觉很外乡 过去的哭门 谁帮我疗伤 不掉再给我看 不掉给我结霜 天气变化无常 让人不珍藏 默默闭上眼睛 期望再遇上 爱情代物 请你我双场 爱情代物 请把我照亮 爱情代物 别怕我对她 不要再怕 圆满到风里上 爱情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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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胞行 труд一胞行 安妙 当初的真心 2个月 你们换点热的 好好好 谢谢 太医院就是太医院 茶也香 会茶的也漂亮 好了 请问平时太医院各位大人 都是这么晚才回来的吗 两位大人初来乍到 当然不知道这里的规矩 这里是院士大人和院喷大人工作的地方 大人他们都会先巡视太医院各个地方 最后才回到这里的 你们就先等一会儿吧 这里就是我师父 也就是太医院制所所在的地方 也是我今后洪昊高飞 一举千里的地方 不不不 像坐在这里啊 还倒着呢 更好况还有我呢 当年医神欲满天下 就是出身于太医院 今天我就要太医院里再出一个医神 你还想做医神 与我先父媲美 你先得通过我这一关 好啊 那就看谁有本事 先坐这把椅子 好 努力啊 参见大人 段大人有事在身 这样吧 你先带他们了解太医院 然后再分配工作 是 二位请吧 太医院 太医院以院室段大人为首 左右院判为父 以下有御医 丽木 医室 医员 医生 统称太医 太医院分别管辖 御药院 御药房 御香局 贵民药局 御药房是主管皇上的御用药物 恐后命诊治的地方 每天由院使 院判 御医 立木 轮流当职 每当遇到皇上染样 就会派遣太监通传 进宫诊治 至于教证医书局 则是由一般经验丰富的太医组成 教定和撰写医药书籍的地方 完成之后 会放进太医院 书库收藏 太医院 实在太厉害了 我一直以为医术就是医人治术 今天才知道 真正的医术竟然包含了这么多 想想以前自己真是井底之蛙呀 别以为你们天分高 要知道做一名太医 不是一件义事 以后你们要循规蹈矩 好好学习呀 是 大人 参见大人 参见大人 你们上任 等段大人回来 就会安排你们的工作 对了 刚才宫里传出话来 说易王妃有病 让我们派人诊治 派谁去好的 张大人 您不是和易王妃是同乡吗 我们是同乡 不同县 没关系的 还是李大人跟他同性三分亲的 不不不 虽然是五百年前事一家 可那毕竟是五百年前的事了 这个 武大人是和易王妃同年进京的 我看还是你去的好 照你这么说 咱们无论怎么样都能套上关系了 李大人别客气了 好了 在后辈面前成何体统了 不管怎么说 既然传诏就一定要有人去 张大人 你辛苦一趟吧 我怕 就我这样定了 各位大人 既然段大人还没有分派我们工作 不如就让我们两个一起去 见识一下吧 是啊 所谓言教不如深教 还是让我们去吧 这个办法还太好了 去年皇上打脸 达到一只白鹿 因为是吉祥之招 皇上好开心 还大赏后宫个人 听说 就连一个宫女都赏赐给一颗珍珠 要不是我冰成这个样子的话 我至少也可以有一件珍珠衣服 好好好 她脸色质红 舌红且舌苔黄腻 咳嗽得气喘不休 看来这个神王妃 霸准是患了肺庸 她脑袋血 惊出异常 相信易王妃的肺痛 已经到了最严重的溃浓期 要医好 真的很麻烦 易王妃 因为风邪外热 勤犯费味 热涌血 玉玉玉结成用 所以啊 你换上的是费用 王妃请放心 我给王妃开了一些小青龙汤 今天有这么多人来看我 我真的好开心 我怎么会怪罪他们呢 你们不要仗着和段大人有关系 就胡作非为 我行医二十多年 断政无数 从来就没有人敢怀疑过我 是 不好意思啊 我 在下 在下一时 一时糊涂 你又何必动气呢 他们只不过是不懂规矩 就当是教教他们嘛 你们知不知道 坐在哪里啊 当然不知道了 王妃明明病得很严重 怎么可以说她没事呢 这岂不是 还要请大人多多指教 太医院内有三不一 该死者不一 该病者不一 不该医者不一 为什么 这该死者 就是皇上向他死的人 这种人当然不可以 该病者 就是应该生病的人 举例说 有些药要新鲜用才有效 而有季节性 例如冬天有夏天没有 那就不可以乱用 免得医好了 那个无关痛痒的人 到了夏天 那些权贵病了 没有药医 那就麻烦了 这不该医者 就是那些无关痛痒的人 就像翼王妃那种 失宠的妃嫔臣子 假如他们和权贵同时病了 那就要把他们的病 拖延一下 免得医好了他们 让他们好得比权贵还快 那些权贵们就会说 我们太医馆的人办事不利 可是我们是大夫 大夫应该医者付母心 悬壶济世 救其福威的吗 是 我们是 只不过不是时候 这种事 我们偶尔的做一下也无妨 你要知道 我们已经是太医 还有很多事情 等着我们去做 但我们是大夫 大夫是 错 我们不是大夫 不是大夫是什么 我们是官 做官就要有做官的规矩 只是你们的职责 这么巧 和民间的一个大夫相同而已 参见大人 你们俩傻乎乎的 在这站着干什么 参见大人 该让他们了解一下 开医院的工作了 我看 让他们去医药房吧 是 农大人 我先出去一下 等会接班的来了 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好 你们搞错 我们是大夫 来这里是学医术救人的 不是光在这儿找药的 这只是刚刚开始吗 开始 我说结束才对啊 想不到 我的大夫生涯就这么结束了 什么三不一啊 去死吧 平常 农大人 你可以回去了 我们是来接班的 谢谢啊 平常 干什么呀 平常 还在生气呢 没事了 翻脾气就没事了 去喝酒吧 好啊 草堂 林叔 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啊 真的吗 最近好吗 还好 那就好 不妨碍你们了 不是说一块去喝酒吗 你自便吧 对不起啊 怎么了 没事 走吧 真是没想到 那么大的太医院 竟然是抱残首缺的官僚地方 我跟师父这么多年 官场的事见了不少 还能撑下去 可是我觉得平常 它真的很不容易啊 平常 是啊 我真的希望 它能撑下去 我现在最大的理想 就是能在太医院 出人头地 到时候 我就可以把太医院 大肆改革 变成我理想当中的地方 你在想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有些不舒服 最近这段时间 我觉得我整个人 虚无缥缈 很不实在 不实在 就是那种心神不宁 真的是不知道 自己在想些什么 还有呢 我觉得我 整个人都不是完整的 不完整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跟你说 例如以前 我要是稍不顺心 就会乱发脾气 可是现在不一样 我会停下来 考虑考虑 有的时候 还会体谅别人的苦衷 我真的有点 怀疑自己的性格 虽然是一点点 可是我觉得 怪怪的 我觉得是你的病 还没有完全康复 还有一些素问的感觉 在里面 慢慢会好的 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因为有的时候 我会有一点点感觉 能够感觉到 素问的一些回忆 回忆一些开心的事 而且有时候 我感觉这些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的 这些回忆 好像也是我的 不要担心 以后会好的 那以前的素问 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告诉我吧 我真是特别特别想知道 因为我觉得 我只有知道这一切之后 我才能感觉到 我的回忆 和我现在的感受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明白吗 如果你不想像以前那样 首先要摆脱素问 不要总是沉浸于素问的感觉 那样的话 你就会回到以前的样子 你愿意吗 皇上疾病 提照段天命大人 农草堂大人进宫诊治 这本是谁啊 平常大人 皇上急病 请你马上进宫诊治 请问 皇上到底怎么样 这 只说无妨 皇上 您主要是忧虑过度 脾胃不合 血印不差 您说重吗 他也不太重 您说轻吗 他也不太轻 皇上 关键看您了 嗯 皇上 治好您的病 并不难 您少思 少想 少忧 少愁 我再给您调治 很快就能治好 不过皇上您 日理万机 忧国忧民 这 就是给您治好了 您以后 还是要犯 朕的江山 岂能不管哪 皇上 这 你们的意见如何 微臣的见解 跟段大人一样 是啊 是啊 皇上 微臣 先给您配一副 身临白竹散 让皇上您 意气健脾 减少疼痛 啊 朕知道 自己天生命苦 既然没这么容易死 朕就想知道 如果 有你们当中 一人来医治 朕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医好啊 以臣之剑 服药两月就可绝育 臣以为 如果调养三个月 最为妥当 如果让臣诊治 不出一月定可绝育 八天足矣了 七天足够了 好了 好了 农青家 你是医神的后代 朕知道你很有问题 你需要多长时间 你需要多长时间啊 皇上 以微臣之剑 治本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治标 五天即可 平青家 平青家 你又如何呢 出身 但是微臣也知道轻重 绝不会拿自己的头 来开玩笑的 嗯 既然平青家 有这么大的把握 那朕就给你一天的时间 谢谢皇上 不过微臣 可不可以提一个要求 说 如果微臣真的治好了 皇上的病 皇上可不可以 免微臣一死 如果你医好朕的病 朕只有重伤 哪有杀身之祸呀 那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嘛 皇上 好 谢皇上 那微臣就先回医馆 准备一切 明天一早呢 微臣就会进宫 给皇上治病了 好 朕公公 皇上 平青家 他到底来了没有啊 皇上 奴婢以为 他马上就来了 朕公公 皇上 平青家 到底来了没有啊 皇上 奴婢以为 他一定在准备药 不然不会来晚的 所以皇上 是不是忍耐一下 平成 平成在哪里 他来了没有 皇上 平平大人他 真是极有资历 去 去把他给我押回来 皇上 快去 朕公公 请喝茶 哎呀 我到这不是来喝茶的 这平大人还能不能出来了 哎呀 朕公公 现在是给皇上治病啊 当然不可以有什么差错了 是不是啊 啊 那 我儿子吩咐我呀 只要他没出来之前 任何人都不可以去打扰他的 哎呀 这可不是我不能等啊 你明白不明白 是皇上等不及了 我要是再不把平大人带回去 我这脑袋就得翻家了 轻易得抢 喂喂喂 我求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不要再喝了 好不好 天都快黑了 只有一天的时间了 你们还不去练药 怎么去医皇上啊 来来来再来啊 幸福 小朱啊 你省点劲吧 我能劝他 昨天就劝好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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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的正好 来来来 我们喝一杯 哎 你来的正好 郑公公他们就在前面呢 怎么办啊 我来也是想看一看 他不去给皇上医病 在这儿到底干什么呢 他不断喝酒 一直喝到现在 什么 要是被皇上知道了 肯定会砍头的 哎呀 你快劝劝他 来来来 喂 我说你别玩了 真的没时间了 那个皇上啊 肯定会砍掉你的头的 小朱 让他去喝吧 他这样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这下我全来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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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这个高五彩 竟敢欺君犯上 不把朕放在眼里 这 你要好好地处置他 哎 我慌生激怒 嗯 嗯 皇上 平大人带到 啊 啊 微臣参见 皇上 你这个高奴才 你答应我 一天的时间治好朕的病 可 啊 可是你 不但什么事都没做 你 你还喝得懒醉如泥 如今 天已过啊 朕要看看您 是不是大胆功燃欺君啊 皇上您息怒 微臣现在就给您下药医治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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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啊 那想要皇上有事呢 就过来吧啊 哎 哎 皇上好点没有皇上啊 啊 皇上 皇上 你这个大胆的奴才竟敢欺君犯上啊 来人 给我拖出去 斩 哎 哎 哎 皇上 皇上 您曾经答应过微臣 你说如果微臣治好您的病 就会免微臣一死的 朕是答应过你 可是现在 朕的病还没好 刚刚皇上 现在好点没有啊 我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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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的好像是 舒畅了许多啊 恭喜皇上 恭喜皇上 皇上 皇上 龙体安康 平行家 快告诉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回皇上 皇上的病 是因为忧虑过度 而使得脾气纠结 脾是属土 根据五行来说 木是克土 而怒是属于干木 所以微臣就特地 姗姗来迟 戒罪行凶 希望可以激怒皇上 把皇上的脾气 全都宣泄出来 正所谓忽为阳 稀为阴 如果终止了阴阳之气 这个人就会生病 但是如果把这些气宣泄出来 那么病就会不要而育了 好 好啊 平行家 你真不会是当年医神的徒孙 你不但医术精湛 还胆识过人 真有当年医神农金贵的几分本色啊 皇上您过奖了 好 平行家 朕赏你黄金百两 明珠百斗 同时协助天命 研究不死药 完成你的师祖 未完成的心愿吧 谢谢皇上 谢谢皇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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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哎呀 你可真有本事啊 真让你吓死我了 还以为你的导带要搬家了的 你早点说嘛 早点说就不灵了 你这人真是的 你刚刚进宫的时候 吓死我了 不过现在 我真的好开心呢 放心放心 我平常啊 是天底下最怕死的人 没把握的事啊 我是不会做的 喂 说真的啊 你是不是真的这么有把握 当然了 当然没有把握啊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 太医院啊 真的像一间老人院一样 如果我不想办法往上爬的话 那我就得一辈子在里面慢慢的倒药 我的心愿永远也实现不了 那说真的 现在你往上跨了一大步 那皇上给了你什么好处呢 不用继续在里面倒药了 皇上 叫我帮段天命研究不死药 啊 我跟你说过了吧 你学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准碰不死药 师傅 我当然不碰了 虽然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这么恨不死药 不过既然你这么说 就一定有你的道理啊 所以我就推了他 我还是做一个普通的大夫 比较好啊 你说的可得是真的啊 当然了 不死药有什么好练的 来来来 有不穷药 有不穷药 我就慢慢的陪他玩啊 啊 段大人 就这样看着他 就能练出不死药了 不死药的药方 贬制的过程 都在研制当中 你不要心急 过一段时间 我会好好地告诉你的 是 大人 那 那我先出去了 不要等了 我们大家先吃吧 没关系 没关系 不是说好了 要大家一起庆祝的吗 哇 全都在这儿啊 你怎么这样 现在才回来啊 你现在很想念我吗 好了 大家吃饭吧 吃吃 平常大哥 你怎么搞的 现在才回来 我们等了你一个晚上呢 哎呀 太医馆那些太医啊 他们都说我表现出色 还得到皇上的赏识 于是呢 说什么也要请我喝酒 说要我教他们一招办事 哎呀 不说这些了 教菜 教菜 你忘了 是你约了我们来庆祝 你把皇上的病治好了 啊 是吗 哎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忘了 来 大家来庆祝一下 庆祝一下 现在还庆祝什么 平常 你这样可是贵人多忘事啊 哎呀 还真是的啊 你知道啊 太医馆那些人啊 一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 我不知道有多忙啊 哎呀 就像得贵妃的病吧 她整天呢 不停地打喷嚏 治了有半个多月也没有治好 我去一看呢 只跟她说了一句话 她的病 哎 马上就好了 你们猜我说的什么 哎 你这种话不错啊 小猪 你能猜到吗 你忘了明天是 哎呀 我就知道你猜不到的 我是叫德贵妃呢 把她的猫送给别人 她经常打喷嚏啊 就是因为她的猫经常钓毛 弄得她敌过敏 她一把猫送走呢 她马上就好了 连皇上也对我赞不绝口啊 喂喂喂 好大的蒜头味啊 哎呀 什么蒜头味啊 是口臭啊 一姑啊 没事做碗清凉茶 给你这个儿子喝喝啊 哎呀 她现在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呢 清凉茶这种下等的东西啊 不适合你胃口 喂喂喂 我最精彩的地方还没说呢 你们不肯吃我家的菜 我故事怎么接下去啊 又不会吓着你们 其实这包菜啊 就是用那只猫来红烧的 平常大哥 哎 你想尝尝啊 来 我告诉你啊 这只贡猫呢 不是贡我的贡 是贡猫 是别人进贡给皇上的猫啊 很珍贵的 普通人见都没机会见啊 哎 现在你能吃上 是便宜你啊 小猪 你怎么这样啊 怎么样 喂喂 你怎么了你们一个个的 哎 师父 他们怎么了 你嫌得很威风啊 是挺威风的啊 表现得不错啊 你也这么说啊 当然啦 我现在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 你没开玩笑呢 大红人 我跟你说一句话 你记住 你现在还有一关没过 等过了这一关 你才是真真正正的待死 什么关呢 喂 喂 别说一半留一半嘛 这 了不起啊 我吃贡猫 懒得理你们 喂喂 有没有看见我的官帽啊 肝火过剩 口气又大 人人都怕了你了吧 喂喂喂 帮忙找找嘛 如果我上朝迟到了 要让皇上看头的 哎 是不是这里啊 啊 哪里哪里 啊 不错 就是这里 最近啊 我从左眼疼到右眼 整个头都疼啊 你们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现在不是去玩 是上朝见皇上啊 哎 这里好闷啊 出去逛逛 玩够了吧 有什么不开心的 大家就开诚不公地说出来 为什么要捉弄人 玩这么幼稚的游戏呢 你最近胃口太好了吧 建议你少吃多睡 早点回家啊 呦 哪来这么大个的苍蝇啊 哎 是我的官帽啊 苍蝇你有毛病啊 喂 晚上回不回来吃饭呢 大红人 哼 不敢劳烦你啊 凭大婶 不回来 哼 什么态度 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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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缘无故 放什么心啊 这就说明平常大哥呢 不是一个一朝得志 什么都忘记的人 去晒药 他 他不像那种人吗 我说我们这么捉动他 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没办法了 关心一个人更无聊的事都做得出来 哟 何 什么 小兄弟你横使没病 我已经做了太医了 你高不高兴啊 是不是你知道我做了太医之后 第一反应 是会不停的鼓掌 不停的笑啊 还是装若无其事 说早就猜到了 他们那帮人啊 全都以为我忘了你的生日 怎么会呢 你天天生日 知道我给你买了什么 不要眨眼啊 这小老虎是不是很可爱啊 多英俊啊 就像我一样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作属虎 你属猪 看向先生说 猪虎何必 无限可击嘛 是不是很喜欢这份礼物啊 多谢 这小老虎真可爱 这么巧啊 不是碰巧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找我有什么事 送给我了 喂 不是送给你的 是送给苏问的 我不就是苏问 苏问不就是我吗 这么说好像很对 但是想一想又不太对啊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因为有这个疑虑 你不会怀疑自己不是灵叔吧 我真的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 平常我总觉得我身上欠缺一些东西 不是一个完整的我 可能就是欠缺苏问身上那一部分吧 你是最了解最熟悉他的人 你能不能告诉我苏问是什么样子的 我知道这样特别残忍 可是 你突然这么问我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只要告诉我 他喜欢什么颜色 喜欢吃什么 他喜欢什么颜色 我真的没有注意过 我想不是红色就是绿色吧 因为他向来就喜欢指挥人 那他不开心的时候会做什么呢 不开心的时候 要不就到医馆跟我吵架出气 要不就上山踏草 踏草 在寄宫山的山腰上 那些草啊长得又高又密 他一不开心的时候呢 就喜欢到那里不停地踏 踏呀踏呀踏 踏的那些草啊全都扁了 踏完又踏 踏完又踏 踏到最后腿都软了 就回来要我给他涂跌打酒 那他开心的时候呢 有我跟他在一起 他到哪都开心 你们好浪漫啊 平常 以后不要再跟着我 坐吧 先喝点茶 这个茶呢是皇上玉寺的军山银蒸 一般人可是不容易喝到的 真的好清香 你见过平常啊 你怎么知道 平常有一个 难道不可以跟我讲吗 没有啊 这个呀是他送给苏问的 可爱吗 我觉得特别好看 所以才要来 是吗 先吃吧 灌汤饺子 是啊 那时候我在帮你和苏问 一直之前以为你会消失 不是答应过要带你来吃的吗 谢谢 一会儿啊 我还要带你到妖艺楼吃豆沙包 反正你喜欢做的事情呢 我都会答应你 还有 生日快乐 你记得我生日 趁热吃吧 幸好啊 一个人一年只过一次生日 不然啊 我一定会支撑一个大胖子的 太子殿下头风病发作 请太医平常 马上进宫诊治 平常有重要的事要做 农太医马上去宫里边 给太子殿下诊治 是 草堂 你赶快去吧 等等等等 段大人 为什么太子殿下点名让我去 你不让我去啊 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呀 我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啊 你忘了 皇上命你帮我研制不死药 是啊是啊 我差点忘了 没错 草堂 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不会吧 那我以后要天天坐在那看书 皇上 皇上弃住你 让你参与不死药的研制 你不能把他当小事啊 连皇上都搬出来 礼物这么充足 我更没话好说了 嗯 我现在马上过去看 大人 平常只不过是个小人物 你又何必这么担忧他呢 如果现在不敲打敲打他 以后在皇上面前 老那么表现的话 他就不是小人物了 大人可真是深谋远虑啊 你读完了 如果你闷的话 不用陪我了 你看了一天书 太阳都快下山了 你不累呀 还行 不累 就算不累 你也应该休息一会儿啊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你从早读到晚 连回家都不休息 我不想输给别人啊 你说什么 啊 没什么 我是说我要做一个好太医 不能失礼于 你这个太医夫人的 嗯 二池 郎唐 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再等我半个时辰好不好 那我自己去吧 你又怎么了 我没说不陪你啊 我没事 你自己看书吧 我只不过 想自己出去走走嘛 如果你要去找平常的话 不要去了 他最近不休息 我没打算找平常 我也没别的意思 只是不想让你白跑一趟啊 你和他 不是一起在商药局的吗 为什么你放假 他不休息呢 师父叫他去 教证书局研究古方 连太子的病都不让他看了 为什么 皇上不是很器重平常的 还让他去研究什么不死药吗 是啊 所以是否让他 整理那些不死药的古方啊 不会吧 我爹他研究不死药 已经二十多年了 方子都应该是准备好的 可他为什么还要派平常去呢 还不让平常给太子看病 难道 是我爹 他怕皇上器重平常 他怕平常 师父 回来了 活生生的一个人哪 愣是给救活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平常 你在说什么 你卑鄙 你自私 你济贤 你怕他超过你 所以你把他调职 这话谁跟你说的 既然你做了 你就不怕被别人知道 为了功名利禄 你什么做不出来 闭嘴 你害死我娘和素温还不够 现在又来害平常 有你这样的爹 简直是丢人 林书 婆婆 婆婆 林叔有没有回来 没有啊 怎么 林叔出什么事了 没有 只是刚才吵了几句 他就跑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 有什么事 两个人要互相忍让 两个人硬碰硬是不行的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师叔 什么事啊 林叔有没有来过 没有啊 怎么了 刚才师父打了他一下 他就跑了 不会吧 那我先走了 不会吧 如果他一个人 很生气地走了 会不会救病复发呀 有可能 我也去找找吧 师父 找到没有啊 我找了很多地方 都没有找到啊 我怕林叔的 情绪过激 他会犯病的 哎 少阳 把咱们管理 所有的徒弟 都集合起来 一块找他 赶快给我找回来 书下知道 师父 那我再去找找吧 快快快 嗯 哎 哎 哎 林叔 哎 哎 对不起 认错人了 啊 哎 哎 干嘛 对不起啊 哎 哎 哎 林叔 谁呀 刘华 哎 哎 哎客官 你想要点什么 给我来壶茶 谢谢 那好的 马上就了 哦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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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 打你 不开心的时候 要不就是到医馆 跟我吵架出气 哎 要不就上身探探 都没有 都没有用 苏文也是这样的 踏完疫症以后呢 接着就发脾气 大叫没用 但是到最后啊 他只顾着发脾气 连本来为什么不开心 都忘记了 好像真有点用啊 你哄人还真有一套呢 苏文也是这样 不认识他的人 都以为他是疯子 没心没肺 怪不得大家都说 苏文好阳光 好开朗 和他待在一起 一定好开心 给你讲个故事吧 从前呢 有一个农民 他有一个农场 所有的人都说 他农场里面 鸡又胖 菜又壮 可是后来啊 旁边开了另一家农场 他开始嫌人家 几比他的胖 菜比他重得好好 他开始自怨自艾 没心思管理自己的农场 最后 集权死了 菜也哭了 所以说呢 做人呐 不要只顾看别人的优点 要是光看别人的优点 自己的优点 就全都看不见了 谢谢你了 没事的话 早点回去吧 草堂还有你爹 都很担心你呢 我不想见那个老混蛋 你不是想知道 苏问的事吗 苏问他很热爱生命 又勇于宽恕别人 他有始至终 都没有怪过你爹 他说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如果犯了一次错 就把他定死罪的话 也太不尽人情了 而且 当年你爹那件事 其实也不可以全怪他 相信你娘在天之灵 也不希望看见你们父女俩 闹成今天这样 大人 怎么样 大人 找点了没有 我把城里每一个角落都找遍了 可还没有找到 师父 算了算了 不说了 师父 你不用担心 草堂师兄一定会找到师妹的 怎么样了 我连他常去的地方都去过了 可是没有找到 师妹 师妹 你去哪了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啊 school 说 说 看有ít 讲 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